美國傳媒報導 TikTok將會對總統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提出訴訟 另外有報導指 Twitter有意與TikTok合併 李健身報導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引述一個參與TikTok訴訟事務的人士說 公司最快會在星期二入稟加州的法院 向法院申述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違憲 因為沒有給TikTok機會回應 純粹靠揣測指控公司威脅國家安全 沒有事實依據 華爾街日報就報導 繼微軟之後 再有美國公司有意欺救TikTok 指Twitter和TikTok曾經進行初步欺談 看看是不是能夠合併 但未知Twitter會不會有下一步行動 估計並救TikTok可能要花幾百億美元 未知Twitter可以怎樣融資 華盛頓郵報就報導 被視為鷹派的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和被視為鷹派的財長 上星期就TikTok的問題在總統特朗普面前激變 無音歷程TikTok應該賣給美國 報導又說他跟微軟高層多番接觸 有信心爭取政府支持賣盤 但納瓦羅就反駁 應該全面禁制TikTok 更加指控無音對話軟弱 似乎令到無音有點嚇傷 納瓦羅早前又說TikTok可能有趣 但就很危險 特朗普早前的行政命令 預告會在45日後 即是下個月底左右 禁止跟TikTok無公司 自節跳動的任何交易 變相禁止TikTok營運 有喬治布殊年代的官員形容 商界難以理解政策方向 有線電視記者李健身報導